精品悬疑有声剧 紫荆尘高智商犯罪系列之 戴上帝之手 第一集 集体失踪 今天是1月10号 元旦已经过去一个星期 各单位都在准备人员的年终福利 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会议 也不被接待上级领导 少了各种应酬 对许多基层领导来说 一年之中难得这几天最清闲 此刻 白象向公安局长马党培正坐在办公室里 悠闲地对着电脑打牌 门敲了两下 马党培关掉游戏 让对方进来 一名警察快步地走进办公室 脸上透着几分交迫 马局 早晨工商所的人来报案 说他们全所的人都失踪了 从昨天 什么什么 你等等 说慢点 失踪 你说工商所的所有人失踪 是啊 工商所的家属说 他们所里的六名正式编制人员 也就是全所的人 连同一名司机 昨天上午坐一辆别克商务车集体旅游去了 但到了昨天下午 有家属打电话想问到哪了 发现手机关机 道路晚上依旧关机 家属们相互一问 这才知道 车上七名人员电话全关机了 到了今天早上还是关机 他们担心路上出了大事故 所以急往来报警 问问情况 电话都关机了 他们去哪里游 说是先去杭州住几天 然后再去上海住几天 总行程五天 没带家属吗 没带 他们所里趁这段时间空闲 每年这几天都会集体出游一次 已经连着好几年了 马党培想了想 最后古怪地笑了起来 如果手机是开机的 打过去没人接 说不定集体出了车祸 现在所有人的手机都关了 无非是这帮家伙去哪里潇洒去了 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你看 他们公费旅游 居然不带家属 鬼都想得出他们是要去干嘛 可是 可是晚上玩的时候关机 大白天的不应该关机吧 这话也对 工商所一帮人出去快活 不该白天也把手机关了 今天是星期一 属于上班时间了 万一有人找呢 我们问了沿途县市的交警 昨天到现在没有出现过大的交通事故 后来我们查了工商所这次旅游开的那辆商务车 车上装了GPS定位系统 查了后发现这辆车的最后位置 显示停在高速通往杭州方向的邵市服务区里 此后GPS信号就断了 马党培眉头皱了起来 微微感觉事态有点不对劲 这么说现在是连人带车都联系不上了 是的 你们跟李局说过了吗 他口中的李局 是他们县局的刑侦副局长李卫平 刚打过电话 李局这不前几天刚请了假吗 他说他人还在上海等着做手术 只问了下基本情况 他说肯定是这帮家伙去哪消遣 关了手机不让家里人知道 没事 马党培这才想起来 李卫平前几天请假了 他耳朵下面长了颗手指头大小的肉瘤 长了好几年了 当官的虽说不必长相英俊 但多出个耳朵来总是难看 李卫平说趁这几天空 去上海动手术割了 此刻他人在外地 显然没办法叫回来商讨意见 马党培是管行政出身的 对公安的具体专业能力有限 通常他都询问李卫平的意见 现在李卫平不在 他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想了一番 人和车都联系不上 这事确实有点古怪 但一则没有出过特大交通事故 二则 车辆最后出现在了高速服务区 若真出什么事 服务区里还能发生什么大事 他思来想去 总之 最可能的情况应该是工商所的这群家伙 去了某个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地方 譬如逃色派对之类的 所以集体关了手机 甚至更把车辆的GPS定位系统也给拆了 除此之外 既非交通事故 他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可能 使得人和车都联系不上 他思索已定 就让这名警察回去先告诉他们家属 再耐心等等 警方这边会联系周边县市的兄弟单位继续了解情况 说不定真查清这帮家伙现在在哪儿 回来后各个家庭闹破裂 又得派出所麻烦一阵了 显然 此刻的马党培不可能想得到 这一群人不但出事了 而且还出了大事 1月11日早上 马党培来单位还不到半个钟头 刑侦队长直冲进办公室 脸色煞白 马居 快 赶紧的 出大事了 工商所集体被绑架了 马党培愣了一下 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绑架 怎么回事 刚刚 就五分钟前 一个 一个人打了报警电话 说 说工商所七个人都在他手上 要求 要求24小时内解散 工商所下面的工商协会 登报向公众道歉 承认这几年的乱收费 保证 保证今后再也不设立类似组织 否则 否则 否则怎样 否则明天晚上前 杀死所有人 顺时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马党培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了 足足愣了半分钟 哪个神经病打来的是 是开玩笑吧 好像 可能不是开玩笑 电话录音了吗 录了 对方直接打警讯中心的110报警电话 不过对方的声音 应该做过技术处理 马上接给我 刑警拿起桌上的电话 拨给警讯中心 说了一番 警讯中心把录音给播放出来 电话里 出现了一个显然经过技术处理 呈现金属质地的声音 喂 你好 我绑架了一车人 你是哪位 你在说什么 这句是刑讯中心的女工作人员说的 显然 他还没反应过来 对方没理会他的反应 县城工商所的六名工作人员加一个司机 一共七个人 现在都在我的手上 你也许认为我在和你们开玩笑 那么就请听听人质的声音吧 这位是他们的所长 我们怎么在这里 你要做什么 这位是副所长 这里是哪里啊 你要 啊 其他人的声音就不逐一放了 你们可以找人确认一下 刚才声音是不是政府所长的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警讯中心工作人员连忙追问 他可从没遇到过这种突发情况 对方还是没有理会 挺好吧 七个人都在我手里 我的条件很明确 八十四小时之内 解散全县工商部门名下的各种协会组织 登报向公众道歉 承认这几年存在乱收费的行为 并保证今后不再设立任何类似组织 企业年减和日常工作不再刁难人 更不准强迫企业使用任何定制产品 否则 明天晚上之前我会杀死所有人 喂 喂 电话已经挂了 办公室里又是一片死寂 马党佩一时半会儿 难以接受这种事儿 会发生在自己的头上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回过身来 快打电话 叫李卫平马上回来 李局在上海动手术 还动个P手术 叫他马上回来 马党佩慌张地来回夺步 他对处理突发事件几乎没有经验 李卫平又不在身旁 这事我们县局处理不了 我先跟上级汇报 你继续盯着 下午三点 李卫平刚回单位 第一时间就跑进局长办公室 他耳朵下的肉瘤还在 显然压根没来得及动手术 就赶回来了 进门后 看着马党佩正一脸焦虑地打着电话 怎么样了 确认工厂所七个人被绑架了 还不能完全确定 现在人和车都联系不上 莫菲后来还打过电话吗 没有 我让你下面的人一直盯着电话机 第一时间接过来 到现在就打来早上的一个电话 这要真是绑架案 他就闹大了 咱们县局办不了 包上去了吗 早报了 上面怎么说 我先给市局打了电话 市局说如果是真的 这案子太大 要报到省厅和公安部 省厅确认所有人目前都联系不上后 中午前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成立专案组 已经赶往我们县了 估计晚上前能到 绑匪要求的条件怎么办 省厅领导说 一切由专案组负责人来决定 明天的白乡日报先不刊印 晚上再定 专案组谁带队 你的老领导 我的老领导 高栋 高举 他亲自多办 李卫平显得有几分意外 高栋是他们所在市的 原公安行政副局长 也是他的老领导 李卫平这个 县局副局长的位子 就是高栋推荐上去的 去年高栋调到省厅去了 任省刑侦总队总队长 兼省刑侦副总指导员 负责全省的特大要案 高栋刑侦专业能力极强 并且岳父是市政法委书记 政治资本厚实 一般的案子自然请不动他 正当马党培和李卫平 继续商讨案情时 马党培手机响起 揭起一听 差点吓得他下巴掉下来 骂局出事了 工商所的人都死了 各位道友 本集已经播讲完了 葫芦邀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二集 仕途无朋友 马党培感觉一切来得太快 太突然 像做梦一样 还没彻底反应过来 头脑一片空白 尸魂落魄的干张口 怎么回事 县城西南边的盘山公路 就是原来的老省道 已经飞行好些年了 中午派出所 接警说山下搬了一辆车 我们赶过去 初步确认后 就是工商所的那辆车 整车都被烧毁了 人员死在里面 我们这边先不动 等行政队过来吧 先这么办 马党培挂下电话后 顿时瘫倒在椅子上 李卫平看着他表情不对劲 怎么了 马党培强忍住心中的震惊 把电话内容 跟李卫平复述了一遍 绑匪不是说 明天晚上先杀死所有人吗 现在还没到明天 怎么这么快就出事了 什么这么快 马党培头脑一片混乱 雷灵会到他的意思 可恶 现在专案组还没到 人死光了 这责任得我们扛了 马党培顿时恍然大悟 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了 如果高洞此刻已经在白乡县了 发现工商所的人已经全死了 那高洞作为专案组组长 自然要扛一部分责任 现在专案组还没到 人就已经死了 这事就完全与专案组无关 责任百分百落到了县局的头上 也就是落到了马党培和李卫平头上 马党培是一把手 显然他受冲击最大 不过 李卫平作为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他也好不到哪去 所以两人都是脸色惨白 那 现在该怎么办 马党培无助地征求李卫平的意见 李卫平紧闭嘴唇 黯然思索片刻 马军 现在先不要着急 我看啊 如果啊 如果这事我们先装作不知道 等专案组来了再通报 你看 你是说 等专案组来了 再去发现工商所的车子 这样我们的压力也会少一些 不然的话 死这么多人 这种大案子肯定要问责 我们两个恐怕都 可是 可是这样一来 专案组就要背责任了 高洞是你老领导 这么做会不会 事已至此 我也没有办法呀 要不然上级肯定会问责下来 马党培目光空洞地聚焦在远处 点点头 他明白 所谓赌场无父子 仕途这条路上更没有朋友 自私是人的本性 虽说李卫平是高洞提拔的 但关键时刻 当然还是保全自己紧要 哪能管那么多 他刚想点头同意 随即连忙摇头 不行不行 行不通 高洞是原来市里的副局长 县里很多人跟他有关系 车子已经出事了 很多人都知道这事 早晚抱不住 就算高洞被问责 他刚赶到我们县就出事了 责任也不会他背 而且他关心 官位保得住 可一旦日后被他知道 是我们故意让他背黑锅 一定会对我们下狠手的 不行不行 我看还是先打电话给高洞 跟他说了吧 李卫平不太情愿 不过最终也无奈地点点头 只能像这样了 此时正赶赴白象县的高洞 怎么都想不到 他亲手提拔的手下 在面对一起特大命案发生时 最先想到的不是破案 而是想着把这黑锅 踢给高洞 要是让高洞知道这番对话 他当初一定早让李卫平 滚去当门卫了 高速上 八辆警车正在急迟 直奔白象县 案子非常大 接警后的一个小时里 就报到了公安部 公安部急忙下令 省公安厅部署应急预案 确保人质安全 白象县县城工商所的六名公务员 也是所里的全部正式人员 外加一名司机共七人 在旅游途中突然失去联系 音讯全无 两天后 一名自称是绑匪的家伙 说人全部在他手上 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 明天晚上前杀死所有人 这样的案子史无前例 震惊了所有相关领导 省公安厅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经过挫伤 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 组长由省行政总队总队长高栋担任 专案组人员由他点 所有人急点急走 必须在今天晚上前 就赶到白象县开展工作 又是白象县 高栋坐在警车里 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 思绪回到了四年前 四年前 他还是市公安局的处长时 白象县发生了一连串的官员被害案 凶手更是嚣张地 在犯罪现场留下了 杀购局长一十五 局长不够科长补的字符 引起了轰动 那案子当时弄得他十分难堪 险些仕途不保 幸亏最后还是圆满收场了 他还受到了嘉奖 后来他当上了市局的刑侦副局长 正当仕途一片锦绣灿烂时 去年旁边的宁县又闹出了连环谋杀案 案子最后虽然破了 但因为种种的原因 他受了处分 最后被评调到省厅 虽然是当了刑侦总队总队长 但权力 哪比得上原来这个 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局副局长呢 好在他岳父是市政法委书记 虽然今年临近退休 已退居二线 但人际关系还在 高栋自身有能力 也是厅理和部理都知道的 如无意外 他在三年内有望升到副厅长 主管全省的行政工作 再过半个多月 过完年 高栋刚好四十 这个年纪 如果能迈入到省厅主要领导行列 那前途不可限量 可是意外来了 白象县工商所全员被绑架 这种惊天大案 高栋知道处理起来很有风险 处理好了 当然能给仕途狠狠加一笔筹码 但一旦处理过程中出了问题 对前途的影响也是致命的 为官知道 有功最好 不过大部分的时候 还是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这案子 既然歹徒敢绑架一车人 显然是亡命之徒 从这种人手里解救人质 最后结果完全不可控 他压根就不想接受 但政治上的竞争对手 硬是塞给了他 中午前厅里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专案组由谁领导 没人想接受 谁都知道 这不是一般的绑架案 神不知鬼不觉 就把工商所全员集体绑架的案子 对手能没点本事 何况到现在 怎么绑架的 人和车在哪 绑匪在哪 这些信息什么都没有 最后期限也仅在明天 万一 万一最后人质救不出 责任肯定是专案组来背 但事态紧急 专案组的大席必须有人来扛 于是有人就极力推荐高洞 说他是全省文明的刑侦专家 他接手的命案迄今为止 破案率是百分之百 无人能及 他又曾在白象县破过大案 只有他对白象县属 他去年还在当他们市的 刑侦副局长 地方上人脉广 白象公安局局长马党培 和他相识 副局长李卫平 西年是他的下属 更是他推荐上的位 另外 他本身就是副厅级干部 级别够大 刑侦总队本来就专管 这类特大要案 他还是全省刑侦副总指导员 他不去 谁去 这些条件一综合 专案组组长 除了他 别无他选 高洞简直想把推荐他的人 撞死的心都有 可惊人这么一说 时间紧迫 领导都觉得高洞是不二人选 为了保证民主 与会者集体投票 结果全票通过 由高洞负责成立专案组 需要什么要求 尽管提 但必须马上出发 开展工作 一路上 高洞是愁眉不展 既然扛了这口担子 就必须处理好 否则一旦出事 就是大事 相当麻烦 别看媒体报的绑架案 最后警方都成功解救了人质 实际上高洞很清楚 除了街头拿刀劫持的那种 其他绑架案 最后人质死活的概率 也就一半一半 若是通常的绑架案 人质没救出 也没什么大不了 可这期绑架欺人 且绑架公职人员的极端恶性案件 人质一旦救不出 那问责可是一大片压来的 现在手里 连案件的基本卷宗都没有 白象县报上来的信息 只有人车都失踪了 凶手打了个绑架电话 对绑架过程和人质在哪儿 积无所知 高洞想了想 掏出手机 赶紧给李卫平打了个电话 卫平 是我 省里让我办这案子 你已经接到通知了吧 大概再过两个小时 我到你们线 我问你 怎么冒出这种事 我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啊 好了 不废话了 你们查到什么新线索了吗 我们跟移动运营商查了手机信号 这些人手机在一月九日中午 集体关机了 亲手是昨天来报的警 说是联系不上 我们以为出了交通事故 跟沿途地势询问过 得知 没有出现过重大事故 后面没再接着查 压根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 我们还查了他们车子的GPS系统 也是在前天中午同样的时候 GPS信号消失 最后的消失地点是 通往杭州方向的邵氏服务区 现在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些 绑匪的信息呢 查了绑匪打来的号码 这号码是工商所所长的 手机拨出地就是我们县城附近 现在我已经安排人手 在全县周边到处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车辆 再想办法查人置当前的位置 早上绑匪手机打了那个电话后 马上就关机了 现在手机的定位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对方再开机 很快能锁定绑匪位置 好的 县城周边加派人手巡逻 路上仔细查 既然是整辆车失踪 目标很大 相信很快能有线索 对了 早上以后绑匪还打了过电话吗 再也没有 有可能下回绑匪在打来电话时 会用其他几个人的手机 把车上所有人的手机号码 都做好位置监控 已经做好了 高洞点点头 他对李卫平的能力还是挺放心的 该做的工作都在第一时间准备妥当了 可是半小时后 李卫平又打来了高洞电话 老大 工上锁的人 已经死了 什么 高洞惊得差点从车里站起来 等李卫平把事情介绍完 高洞许久没有说话 隔半上 才干巴巴地开口 我先跟上级汇报 你们现场基础侦察工作先做起来 但尽可能保持原样 等我带人过来 挂下电话 高洞的心脏剧烈跳动着 还没到白相线 还没和绑匪周旋 人质就已经死了 这算怎么回事 不是说最后期限是明天晚上吗 随即他转念一响 顿时惊醒 还好 好些 幸亏没到白相线 如果已经到了他们县 才报出来人质死了 这责任我得背一半了 各位道友 本集已经播讲完了 葫芦邀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三集 推卸责任 傍晚 冬季天黑得快 再过半个小时 就要打开探照灯了 现场到处都是警察 却显得非常安静 每个人都在忙碌地 做自己分内工作 即便有交流 也是低声耳语 高洞的车队在这条山区老公路停下 他一下车 马党培 李卫平等县局的主要领导 纷纷围了上来 全死光了 高洞简单打过招呼 面无表情 快步朝前面警察最多的地方走去 一旁 李卫平紧跟着他汇报 车上发现五具尸体都被烧焦了 难以辨认 车子也被烧成了空壳 五个 高洞停下脚步 看了他一眼 不是说车上共有七个 总共去旅游的一共七个 车上只找到五具尸体 七个人是六男一女 车上的五具尸体都是男性 就是说 还有一男一女没在车上 是的 法医的工作赶紧做起来 把发现的五具尸体 交给家属辨认 不 尸体都烧毁了是不是 烧得面目全非了 这样子影响太坏 这样子尸体给家属看了 会引起集体情绪崩溃 暂时不要让家属看到尸体 不是不要 是绝对不能 让法医拿尸体的身体组织 和家属做DNA对比 一定要最快时间 确认死的分别是哪五个人 还有两个没在车上的是谁 我已经安排去办了 高栋点了点头 李卫平曾跟了他很多年 这些刑侦经验还是很老道的 对了 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死的 还不清楚 等法医这边会实验室后 做出准确判断 按照经验看 刺的时间应该一天之内 谁报的 几个大学生 今年放假早 他们刚放寒假 接铁汽车去山里露营 经过这里时 看到山下摔着一辆车 发现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他们也不是第一时间 看到案发经过 车子整辆翻下山 并且还烧起来了 这都没人第一时间看到吗 李卫平也显得很无奈摇摇头 哎 这条山区公路 刚才您进来时应该看到了 入口处拦着水泥堆 这条路是县里 几十年前的老公路了 后来新路造好后就没用 这条路进去的山里 早就没人住了 路也荒废了好多年 前面有很多处塌方 路正部几年前就把路封了 平时没人往这里经过 高洞点点头 他心里有了个初步判断 无论换到任何其他一条路上 整辆车翻下公路 并且着火了 一定会第一时间 被过往司机看到 而这条路荒废了好几年 入口也被水泥堆拦住了 不会有车辆 平时连行人也不会有 所以没人第一时间 看到了车子出事 可见 绑匪对白象县的交通路径 是相当熟悉 高洞来到出事地点 向下张望 公路一侧下方二十多米处 躺着一辆全身烧黑的商务车 旁边还有很多刑警 四处搜集着可能有用的线索 公路一侧本有护栏 车子是不会掉下去的 但这段地方 半边已经塌方了 所以车子就从塌方处 一头栽倒下去 路边缘的泥土 还有清晰的轮胎引 高洞想了想 案子刚发生 现在一切都处于证据搜集阶段 没法对破案方向 给出任何意见 问了旁边工作人员各项现场细节 又让他自己带来的法医组 接手县局刑侦阵队的工作 在现场指挥了一个多小时后 先回了县局 向更高级领导详细汇报情况 同时也打电话家派人手 赶赴白项县 高洞坐在会议室里 手里捏着一张照片 这就是工商所所长 对 他就是王洪明 一旁 马党培正在给高洞介绍基本案情 其实也不用介绍 马党培知道的信息 高洞都已经知道了 李卫平此刻还在现场指挥 高洞和马党培就先回了县局 看着挺年轻的 不年轻了 大概四十出头 哦 有四十多了 高洞好奇地看着照片 里边这人长相白净 面容英俊 是个帅哥 看上去顶多才三十出头 我没来宁现前 王洪明就当所长了 听说三十岁不到就当上所长 干了十多年 三十岁不到就当上所长 是不是靠他这张脸上伪的 马党培苦笑一下 摇摇头 出了这么大的事 此刻他心急如焚 高洞这专案组组长 却像没事人似的 开玩笑扯淡 其实高洞并不是在开玩笑 他需要掌握所有细节 无微不至 这是他的办案习惯 马党培不理解 却也只能一本正经地回答 不是 王洪明算是县里最正宗的官二代了 听说他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他叔叔对他很照顾 他叔叔是王振国 高洞顿时收敛了一下眉头 王振国他当然知道 九十年代是市委书记 关系极其硬 当时反腐败 市委班子连倒了两届 系统内外都以为 王振国会跌下去 谁知他毫发无损 还升官调到了直辖市 大京市任常委 现在更是大京市的市长 政治局委员 关于他背景的传言很多 有说他是 得到某位九十年代大领导的保举 民间龌龊点的传言是 他进国家党校读书时 同学是胡书记 他给胡书记打过洗脚水 这个传言当然不可信 不过高洞做官这么久 自然知道 总之王振国背景很硬 当地官员也都知道这一点 王振国出生在白象县 一个曾经很穷的乡 后来发迹后 这个乡就成了当地的重点开发区 一条左右六车道的大马路 直通乡里 不过 那条当地的豪华公路 在过了王振国老家的几百米后 就戛然而止了 高洞摸了下额头 显然 王洪明这位王振国的亲侄子出了事 给这案子又多添了几分麻烦 难怪 白象是个大县 没背景没关系 三十岁前当个单位一把手不太可能 对了 他不到三十岁就是所长了 王振国是他亲叔叔 这些年 他至少得是个副县长吧 怎么还挡着所长 不太清楚 我来白象县才四年 跟王洪明不是很熟 我只听说 县里一直想让他当常委 他自己拒绝了 继续选择当小单位的头 只不过 他这个工商所所长 要比工商局局长还管用 高洞点点头 在本子上记下几笔 又一张张地拿着工商所 其他人的照片仔细看过 跟马挡培询问每个人的基本情况 马挡培也仅认识政府所长 平时关系浅长折止 至于工商所的其他人 他一个都不认识 见高洞只问每个人的情况 却丝毫不顾问具体案情 马挡培心中窝火 忍了好久 终于憋不住了 高军 出了这事 咱们下一步怎么破案 破案 高洞掏桌香烟 递给马挡培一只 自己也点上 等吧 等 原本我是来处理绑架案的 但没想到 我们人还在半路 绑匪已经把任志杀了 所以我的任务 暂时告一段落 我给省厅领导打了电话 下一步具体怎么安排 还得等上级的指示 马挡培皱着眉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 高洞是要告诉他 任志被害 跟高洞的团队 没半点关系 他们还没到白想县 就出事了 能怎么办 他心里怨恨 今天那帮骑车 去露营的学生 早不去 晚不去 偏偏今天去 如果明天再发现 任志死了 高洞至少也会跟县局 一起同舟共计 拉上高洞这位省厅的大员 上面问责下来 多少能留点余地 可现在 高洞人马 半点责任都不用担 全部落到了县局头上 绑架案变成恶性凶杀案 这次案子太大 我是继续留白向县 担案或者省厅 甚至部里 下派其他的专案组 还没定 所以我只能等 不过马局 我知道现在你这边 压力也很大 急也没有用 该怎么处理 上头一时也定不下来 该怎么破案 也要先等 现场的勘察结果出来 为今至极 又是等 马党培双眉身皱 摆着一张苦脸 高局 这么大案子冒出来 上面会怎么问责 您能不能帮忙想点办法 来 我记得电话录音里 那个绑匪要求工商所登报道歉 承认乱收费 撤销下班各种杂七杂八的商业协会 就是说 凶手杀害工商所一帮人的动机 是因为工商所过去的乱收费 估计是某个工商户被逼急了吧 而凶手电话里的最后期限是明天 实际上 他至少今天或昨天就把人质杀死了 马居 你要让上面明白两个意思 一是白象县的治安一向都还是不错的 工商所的乱收费不归公安管 这才导致他们把凶手逼急了报复 公安没有办法预判犯罪 二是 凶手根本不是绑架 是直接杀人 没有预留给公安应急的时间 所以 你们需要把责任往工商那边推 是他们日常工作积累的矛盾 把这两个重点明确了 上头问责自然也留有余地 但接下来的关键是破案 尽快抓住凶手 如果凶手抓不住 责任总是公安的吧 一席话 顿时让马党培 啼湖灌顶 多谢多谢 我明白了 嗯 就这么办 接下来 重点是破案了 各位道友 本集已经播讲完了 葫芦邀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四集 109特大凶杀案 下午高栋刚接到报告 说任志都死了 他确实下出一身冷汗来 但后来他反应过来 他们还没到白象县 任志就死了 关他皮事 他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至于接下去的破案 他还要等省厅的意见 不过他猜测最后 还是会让他继续担任 专案组组长 负责破案 对此 他心里还是很乐观的 虽然目前各项工作 还处于侦察阶段 但他已掌握的情况是 工商所的别克商务车 最后是在1月9日中午 出现在邵氏服务区 此后 GPS断了 商务车上 装的是内置的GPS定位系统 拆掉得费些功夫 至少在邵氏服务区时 车子已经出事了 可见凶手是在高速上动手的 高速上那么多监控探头 和高清相机 车辆的整个行驶过程 都会一目撩人 凶手无处可逃 当然 也有可能是凶手 预先拆了别克车的GPS系统 装到其他车上 再开上高速 伪装成别克车 最后停在服务区 实际上 别克车并没有上过高速 但除了高速以外 现在的地面道路 也布满了很多监控 这么大一辆车的行动轨迹 要查出来 一点都不困难 并且 从凶手那个电话来看 凶手的犯罪动机 太明显了 芭城是个工商户 被县城工商所的 乱收费逼极了眼 这才怒发冲冠杀人 这案子是惊天大案 看上去并不难破 如果成功破了这案子 停赴这场风波 那么升职 当上副厅长 也就置日可待了 高栋很乐观 很快 省厅领导 给高栋打来电话 转达了公安部 和省厅紧急磋商后的决定 这起案子 命名为109特大凶杀案 由省公安厅挂牌成立专案组 借调部里刑侦专家若干 其他省级地方市级 多名专家协同作战 专案组骨干成员近20名 整个专案组团队超过200人 其他县市公安特警 可随时根据需要调遣 任命高栋 为专案组总指挥 全权负责侦办此案 务必尽早破案 抓获现人 同时 考虑到这案子一旦传播出去 社会影响一定空前恶劣 当前必须严控案情通报 所有知情人员 对外一律保密 还要做好家属的安抚维稳工作 既是机会 也有风险啊 如果案子如期告破 毫无疑问 高栋将成为全国公安系统 通报表扬的英雄 如果案子破不了 那也是未来很多年 仕途不可逾越的绊脚石 不过高栋心里还是很乐观 这次的机会远大过于风险 绑架一车人的案子 沿路线索肯定是一大堆 相信很快就能破案 至于当前的维稳保密工作 所有知情人 都会下发公安部门的保密通知 车子摔在那条废弃的老公路上 普通民众都不知道这件事 对外可称 工商所一车人遭遇的车祸 唯独工商所这些人的家属 瞒不住 肯定会知道事情 还得让白象先当地政府做工作 全部评为烈士 再补偿一部分钱就差不多了 晚上十点 高栋手下合作多年的金牌法医 老陈回到县局 怎么样 现场处理如何 李居带着现行侦队和市局派来的人马 还在搜索现场 车里一共发现五具男性尸体 车上本有六男一女 还有一男一女究竟是死是活 目前还不知道 方圆一公里内大致找过了 暂时没有发现 搜查队正带着警犬 扩大搜索半位 晚上看不见 主要是靠警犬 具体死亡时间初步判断 可能是昨天晚上 具体还要等实验结果 死了五个 还有两个下落不明 凶手肯定会关注警方的动向 今天这么多警车一起开下老公路 凶手一定已经知道案发了 并且到现在 没有再打过第二个电话 剩下两个人活着的概率极小 营救剩下两个人恐怕没有意义了 何况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知道 对方在哪 尸体查过了吗 我初步看了一下 全部是颈椎被扭断致死 手法极其残忍 赶紧利落 不像是一般人所谓 我怀疑凶手曾经当过兵 或者是接触过专业培训 从现场痕迹上看 应该是凶手杀完人以后 把车子挂上前进挡 然后走出车子 等车子翻下路基后 凶手再走下路基 点火烧车 等等 你是说凶手刻意地点火烧车 而不是车辆翻下路基后 油箱摔破自己烧起来的 对 这点已经确认了 一开始我也以为车子摔下去厚自然的 但后来我们在上方的地面 找到了部分汽油 并且车内残留物也留有汽油痕迹 表明凶手先曾对车内外拖洒了汽油 然后发动汽车 离开驾驶座 让车子朝机坑摔下去 此后凶手再走下路基 来到汽车旁 点燃汽油 汽车旁都是泥土山石 凶手当时留下的脚印 至今保留完整 凶手穿41码的鞋 具体身高体重模拟结果 大概明天能出来 其他还有什么发现 车内的残留物中 看到一个类似GPS装置烧剩的东西 我听李局介绍 车在1月9号中午 GPS装置就失去了联系 据此判断 凶手确实是把GPS拆下来了 主要情况就是这些 其他细节还需要回实验室里分析 老陈 你觉得这案子到目前为止的发现 什么地方有问题 有问题 什么方面的问题 就是不合厂里的地方 不合厂里 这案子发生的本来就不合厂里 什么人会跟工商所接这么大仇啊 要把整个工商所的人全杀了 杀了还不算 居然还打电话给公安局 谎称要绑票 就算是有仇 就算是某个工商户 记恨工商所搞了什么 商业协会的乱收费 可他杀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我看啊 八成是个疯子 性格极端疯狂的人 你凭什么认为凶手是一个人 这 这种仇视社会的案子 通常都是一个人犯的吧 打电话报警的是一个人 现场也只搜到一个人的脚印 没错 通常情况下 这类案子是一个人 因为这种报复社会的恶性大案 抓到就是自刑 并且杀了工商所所有人 对他个人没有任何好处 通常情况下 无非是宣泄个人心中的不满 敢犯这种案子的 他必定连至亲的人也不会告诉 但是 如果是一个人 他怎么控制住一车人呢 这个 还得等更多的调查结果出来 才能知道 查查死者体内是否中毒 今晚就送到实验室里分析 抛开凶手到底是几个人这问题 你觉得这案子 还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工商所 连同司机在内 一共七个人 凶手既然杀了五个 另两个想必也不会放过 现在找不到另两个的尸体 这也是一个疑点 凶手电话里说了 杀人的时间是明天 也就是一月十二号 可我初步检查了死者 按照经验判断 他们大概昨天晚上就死了 也就是一月十号的晚上 人质失去联系的第二天 凶手明明已经把人质都杀死了 还打这个电话 要求登报道歉 否则威胁杀死所有人 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疑点 按照你的初步时间结果 凶手先把车上的人扭断脖子杀死 再让车刷下陆基 甚至点燃车辆 他既然已经把人杀了 为什么还把车刷下陆基 并且凶手还亲自走下过陆基 留下了脚印 这种证据对他来说是个大威胁 何必如此 我猜凶手犯下这惊天大案后 也没打算活了 知道早晚会被抓出来 也不怕留下更大的证据 说不定此刻凶手已经潜逃了 关键不是这点 而是既然他已经把人杀死了 何必把车摔下山又点燃 这条路是他们县废弃多年的老公路 平时也不会有行人车辆经过 杀了人后 车子大可以停在原地 而摔下山非但不能隐藏罪行 那段路你也看见了 如果路上有人经过 一定会注意到路基下摔了一辆车 而且凶手把车点燃了 整辆车烧着一定火光很大 容易被远处的人家看见 这也是件很冒风险的事 当然案发点附近没有人家 所以车子被烧也没人看见 不过他何必多此一举烧车呢 陈法医无奈地摇摇头 表示同样不理解 咱俩回去休息吧 明天要忙的是更多 通过初步的案件了解 高栋已经发现了凶手 不合常理的犯罪举动 甚至显然是多此一举没有意义 非犯罪经过的必要内容 这家伙 算是怎么回事 他心里打上了个大问号 一切 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各位道友 本集已经播讲完了 葫芦邀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二天是1月12日 原本今天晚上 才是绑匪电话里通知的最后期限 谁知昨天就发现了尸体 一早 陈法医向高栋报告 车上五名被害人的准确死亡时间 是1月10日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 那时正是大晚上 并且事发点是荒废多年 且用路障封闭的老公路 所以一个目击者也没有 详细尸检报告已经做过 确认直接致死原因是颈椎被扭断 手法很专业 另外 体内经过毒化检测 判断至少被害时 死者体内并没有中毒 人质是1月9号中午失去联系的 而被害时间 是在1月10号晚上11点后 将近间隔36个小时 大部分常见毒物都会在24小时内代谢完成 也就是说 无法判断人质被绑架时是否中毒 通过凶手遗留的脚印判断 此人大概身高1米73 正负误差2公分 体重135斤 正负误差5斤 这是成年男子很普遍的身高体重 对确认凶手身份显然是不够的 综合各项目前已知的线索 高洞先把整件事的时间顺序排了一遍 1月9号早上 工商所五男一女 六名正式工 连同一名男司机 共7人 乘坐工商所自有的一辆 盈灰色的经典别克 GL8商务车 离开县城 时尚高速 前往杭州方向 1月9号中午大约12点 车辆的GPS装置失去信号 最后显示地点 在离杭州半个多小时车程的 邵氏服务区内 手机运营商提供的线索显示 在车辆GPS信号中断的差不多时间 7个人的手机先后关机了 也就是说 1月9号中午12点 一车人遭遇了某种事情 GPS的行驶记录还显示 车辆是从白向险收费口 直接上的高速 中间没有停留 一直开到了邵氏服务区 此后无信号 1月9号傍晚 工商所家属发现失去联系 晚上手机依旧拨不通 相互一问 才知道7个人手机都关了 1月10号早上 工商所家属来报警 说失去联系 当天警方压根没想到出了大事 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调查举措 1月10号晚上11点到12点间 凶手在白向县老公路 杀死5名被害人 烧毁车辆 同时另有一男一女不知所踪 至此 据车辆前一天中午出事 刚好过去一天半 1月11号早上 凶手打了个报警电话 用电脑合成的机械声 威胁政府登报道歉 否则扬言杀死人质 1月11号中午后 几名大学生发现了出事的汽车 而到现在为止 凶手再也没和警方继续联系 高洞长久地看着笔记本里的时间记录 心里泛起了几处疑点 首先凶手在工商所的人 1月9号离开白湘县几个小时后 就成功控制了整车人 人质却是在第二天的晚上才被杀死的 那么这中间空白的一天半时间里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健哥这么久才杀人 其次 凶手明明已经把人质杀死 为何还要在第二天早上打报警电话 威胁不按他的要求 会在1月12号把人质杀死 他以为这种让政府自打耳光的要求 会得到同意 目前唯一较明确的一点 就是凶手的犯罪动机 凶手从头到尾都没提过钱 甚至昨天车子里抬出来的尸体 钱包中的财物也基本完好 只不过被烧成了灰 这些烧成灰的现金 初步清点就有两万多 显然凶手不是为了钱 普通的仇傻 没道理一车人都跟他有仇 犯下这么惊天动地的案子 排除钱和仇傻这两个动机 那么仅有的动机 就是报复工商所的人了 从他的那个电话 可以判断此人应该极端痛恨 工商所的乱收费 所以不但要杀死工商所的所有人 还要求登报向全市会道歉 让工商所颜面扫地 这内多大的仇恨 才敢犯下这种罪行呢 这时高栋手下的刑侦队长张一扬 走进办公室 老大 昨天发现车辆的几个大学生 重新请到局里做了详细笔录 这是笔录副本 张一扬把几张纸放到桌子上 高栋随便看了几页 就放到了一旁 我听说这条山路已经废弃多年 因为中间有多数踏方 路口也被水泥墩拦了起来 凶手是移开一个水泥墩后 把车开进去的 平时根本没人往那走 怎么这几个学生这么巧 偏偏从那条路里去山里边露营 金山就这一条路吗 那倒不是 这条路封闭了 另外有一条前几年造好的路金山 这几个学生说 因为这条路没人走 所以他们特意调了这条路 他们的露营 有点野外生存体验的意思 我们调查了几个人的身份 他们都是今年刚定大学的大一新生 原本是高中同学 彼此几个很要好 今年过年早 所以学校放假也早 他们最早的七号就放假了 最晚的九号放假 去露营的决定是九号晚上 他们几个人聚会的时候 临时确定下来的 谁提议这条路线的 张一阳拿起笔录副本 目光搜寻一番后 指着其中一人的名字 这个人提议他们选择了多条路线 最后考虑到几个人都住在县城 彼此碰头之后 从这条路最近 高中看了这个人的信息 是上海一所大学的 九号才放假回来 不可能有作案时间 又粗略地扫了一遍整个笔录 确定他们选择这条路线 也仅是巧合 并且这几人学生身份已经查证 不存在犯罪可能 他点点头 让张一阳先继续去查线索 高栋看着这份笔录 现在已经弄清了 烧毁的车辆和尸体 在凶手约定的日期前 被提前发现 纯属巧合 这几个学生的出现 并且提前发现了尸体 是随机事件 是个意外 是凶手没预料到的情况 假设 昨天这几个学生并未发现尸体 恐怕警方 现在还在为能否成功解救 人质而烦恼 凶手从昨天早上 那个报警电话好 到今天早上 再也没有联系过警方 想必是看到那么多警车 开向西南面的老公路了 如果没有这几个学生 提前发现尸体的意外 凶手接着会这么做 现在对凶手的一切 依旧一无所知 甚至对方是几个人也不知道 当然 除了动机非常明显 一切等待监控了 昨天晚上 高栋连夜派人去少市服务区拿监控 现在正安排了三十多号人查看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另外 今天也派人去查别克车上高速时领的通行证 根据通行证就能确定车子是几点几分从哪下的高速了 到时再提取监控和照片 中午 专案组就最新侦查结果召开讨论会 参加会议的除了现局几个领导和刑侦队的骨干成员外 还有省市两级的刑侦专家 余下的都是高栋从省厅带来的一系精英人马 上级对这次案件极为震惊 要求专案组不惜一切代价 及早破案 除了破案之外 当前最重要的自然是保密工作 对外宣称是车祸 其他安抚被害人亲属的强关工作 由局长马党配出面和县政府协商处理 省政府也会在今天派专员到县里指导工作 专案组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破案 介绍完后 高栋暗部就班的 让各侦察小组介绍到目前为止掌握到的情况 昨天早上那个报警电话的事 经过最终的确认 报警电话用的是工商所所长王洪明的电话 对方是提前通过电脑合成了录音 拨通110电话之后播放了录音 自始至终没有开口 这也是为什么接线员问话的时候 对方不回答 直接继续他的录音 凶手从头到尾仅打过这一个电话 现在查明电话是在县城城北一带打出来的 目前手机已经关机了 警方已经安排技术人员24小时监视 一旦重新开机将很快查出具体的位置 但如果凶手不开机 那么电话线索也就就此断了 接着陈法医介绍物证勘察情况 车上五名死者全部是男性 致死原因是扭断颈椎 手法很专业 怀疑是退伍兵或者接触过相关工作的人员为主 死亡时间都是在1月10日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 也就是说工商所人员失踪的第二个晚上 凶手杀死了他们 第三天拨打了那个所谓的绑架电话 死者身上衣物大部分被烧毁 没有找到可供辨认的证件 所以五名男性死者的具体身份 还要等DNA进一步鉴定 失踪的一名男性 和一名叫做朱梦宇的年轻女科员 目前依旧下落不明 李卫平带领搜查队还在扩大搜索范围 案发现场比较有价值的线索 就是凶手当时走下路基 在烧毁的别克车周围留下了多处脚印 由于车烧的只剩个黑铁架子了 所以凶手留在车内外的指纹 DNA这些东西无法提取了